美国国务院7日表示 美方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国务院并警告北京 若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 将是严重错误 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 公布香港移交24周年 情势研习报告指出 香港移交24周年 高度自治遭破坏殆尽 政府已积极因应 将续观测预警 强化应变措施 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众福祉 国发会今天公布5月景气灯号 虽然国内疫情升温 灯号依旧续量代表景气热落的红灯 不过国发会指出 同时指标持续上升 领先指标持续走坏 显示当前国内景气稳健成长 但需关注后续发展 台日桌球夫妻党 江洪杰与福元爱 今年3月传出昏变 两人所属经纪公司华言国际 今天发布声明表示 两人已经结束婚姻关系 未来将会共同监护孩子 也希望外界给予空间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